本期陸服大神系列登場的主角 就是狂人伺服器的 OO8 本場戰鬥開始 第一場對決 當年的傳奇人物 他現在還在玩 只是換了主人 以前人家都稱他是K種 我都稱他是卡曼先生 今天這個戰鬥有一個看點 OO8的大九眼攻擊之外 當然還有最主要的閃光弗拉修 閃光弗拉修今天會打出非常高的傷害 如果你將來沒有KING 你想要獲得這隻武裝角色的話 你可以參考一下 順便來看一下閃光的閃躲能力 給他躲起來 好了 歐巴邪惡的蠟燭 一個蠟燭一次圖一千萬 這就說明著什麼事情啦 你一回合蠟燭 一千萬 兩千萬 三千萬 這次沒有 三千五百萬 那這個傷害你們感覺怎麼樣啊 他主練的是大九眼 這邊搭配的利劍印記都是八級的 攻擊力你至少要到三百多萬 我們先不算暴擊 算傷害率 任何角色都不計算 你的攻擊力至少要到這樣的一個門檻 你才能夠造成這個傷害 同時呢 有的時候你還要搭配有屬性的征服卡 這個是必須的 有手 不是有手術啊 這個大九眼要做手術啊 藥也是豪傑先做手術 是不是 把肚子給剖開來 裡面可能噴出來很多個怪人細胞 欸不對 大九眼的眼睛有問題啊 眼睛又燈得大大的了 好了 大九眼有空在做清光炎的手術 我們先來看一下戰鬥畫面 目前卡曼先生 這邊還沿用老款的角色打一個復活流 我也不大清楚他為什麼這一場是上這些角色 可能他有他的安排吧 也許是給大家看一下這個舊版的角色有阿修羅啊 有King啊 這個組合很多泰服的玩家 你不要想說 這個卡曼先生怎麼擺這些 你自己也有可能擺這些是不是 除非你是超級課長 啊否則說真的啊 他是擺鳳凰男跟豪傑也是一個組合嘛 這邊打的是復活隊伍 那我們來看一下228 等一下閃光弗拉修比較高傷要慢慢來了 啊同時大九眼的傷害也會越來越高 目前當前這一下子3800萬 到下面兩下越來越高 卡曼先生這邊角色已經開始在使用復活的功能了 這隻鳳凰男當時應該是三絕是不是 沒有三絕也有二絕 二狼還是突破不去 豪傑整個守起來但是豪傑發不了氣 無人機的傷害打 228並沒有發揮太好的水平 看來啊大九眼的眼睛慢慢的沒有問題了 目前眼睛還是很大 所以傷害只有3800萬 眼睛變小了看到了嗎 變小就說明傷害是最高 因為他的眼睛看得很清楚 看不清楚打出來的東西就不好了 你看啊變小了 馬上變成4700萬 這不是開玩笑啊 我說大九眼啊 你怎麼那麼久了還不看眼科 你眼睛又壞掉了 等一下又沒傷害啦 好啦二狼這一次打完攻擊之後 扭曲立場 扭曲立場這次四隻傷害也有了 輪到歐巴鳳凰男先一個普攻 稍後還有鳳凰男的技能 卡曼先生2710萬的傷害 這一次看能不能扳回一層 協調還沒有殘 曲譜還有一口氣啊 歐巴這邊也要使用復活 但是目前還沒有開啟 卡曼先生還在試圖突破 同時你們也可以看到這個新版的角色 你用大九眼跟沒大九眼的差距 是差的非常多 是吧 你右邊的角色你重視每個屬性都很好 但是你不能出招的時候 損失相當的殘重 這個時候閃光弗拉修 直接打了一個6100萬的傷害啊 也就是這一下 將戰鬥很快的要拉到了終點了 因為你把對手的血條都爆完了 復活也用完了 甲蟲也倒了 好幾眼直接趴下來了 還沒有結束 還有金屬球綁 卡曼先生這邊在尋求一個機會 看能不能把歐巴的角色搬平一些也好 還沒有倒 狼又來了 這一下6617萬的單體傷害啊 哇 這場戰鬥直接打完了 進入第二場戰鬥 這場對決老八 老八的角色特性也是非常好 打他的傷害正常來說會比較低 閃光第一下 924萬 雙方都是 標配的蠟燭 不對 不是標配 是豪華版 標配是只有兩隻 豪華版是有四隻 好了 閃光弗拉修 兩個戰術差不多 對不對 角色 看起來 右邊是 新來 阿修羅 跟原子武士 那 008這邊整體的 是走了一個 復活 像閃光 還有大雄炎 這個隊伍 我覺得也是一個超級國家隊了 為什麼呢 他也有抽弟弟王啊 也有二局啊 但是他跟狂人不一樣嘛 他可能非常喜歡了大雄炎 喜歡這樣的 風 風技能的節奏 OK 對手給他沉默起來 送他一個沉默套餐 完了之後 等一下還有蠟燭 持續的 沉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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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普的傷害也可以啦 1200萬 對面目前豪杰的烏鴉 還有血 不過快爆掉了 有一隻快爆了 完了之後 等一下還有惡狼 這次大雄炎先一個2850萬 2850萬 惡狼 惡狼閃光弗拉修閃掉了很多 目前暫時沒有問題 閃光弗拉修前面也有蠟燭 我們看到老八這邊的擺陣 讓大雄炎也增加一點閃避 馬上一個迴擊 這次傷害也有了3000萬 兩個傷害打得差不多了 豪杰一個中角 完了之後 蠟燭剛剛只有點了一下300萬 比第一場的傷害還要稍微遜射 技能也是 第一場還有3000多 這次是2300萬 不過有可能是殘血的關係 打完了之後 惡狼又再一個突破 突破完了 對手的豪杰 要適時挺身而出 大雄炎先是在一個反擊 3630萬這傷害也有了 老八打得也是非常好 這場戰鬥是冠亞軍之賽 完了之後 老八這邊 格鬥剛徐浦 完了還有一個原子武士可以發招 原子武士對決 OO8這邊的閃光流 雙方的想法是不一樣的 蠟燭點過去167萬 這個傷害並沒有 完了之後 原子武士 原子武士被封了 第一下沒辦法出到第二下 560萬 斬了不去也是一個好選擇 完了之後 阿修羅獨角先 這一次要打在鳳凰藍上面 可能是比較吃虧了 你打在閃光上面也未必逃得到便宜 打在惡狼上面的話 也未必躲好 因為他這邊還有一個閃 還有一個鳳凰藍 好了 比賽要到第二回合了 第二回合閃光又有多少傷害 大修煙在第一回合的末段 還是在發一個技能 這一次真的是殘血了 雙方來一波 互相傷害 OO8這邊還有血條 最右邊的老八打的數字還是比較高 他還有血條還有血可以扣 完了閃光弗拉修 這一次發不掉招 一個普通攻擊 二郎最近1830萬 徐姆仙 倒了6個打5個 完了之後 老八的閃光弗拉修 也沒有辦法發技了 被封起來了 雙方完全幾乎都不能動 大修煙 2700萬 這一下也是有幫上了一個大忙 好了之後換格柳鋼群譜 也不能發技 這一次閃光直接閃掉了 完全沒有命中 閃光的血還滿了 滿了之後 右邊還是要做一個回血 雙方的大修煙都是回血 閃光已經滿了 你還在幫他回啊 右邊的老八的大修煙 也是要去看眼科了 大修煙這個眼睛真是有問題啊 亂補一頭 沒有關係 老八這邊 稍後還有豪傑要做一個反制 我把2000多萬的傷害豪傑 反制不了 還是一個腳啊 頭上是有紫色的是不是啊 看不到 是不是被擋住了啊 原子武士又來斬了不去 第二下沒有了 好了 甲蟲 1300萬 鳳凰藍還沒有殘血啊 228 當前鳳凰藍的生命值是1600多萬 1700萬 閃光弗拉秀 1200萬 惡狼又突破 大修煙要小心了 大修煙依然不能發招 這個時候 228有一點機會 228的大修煙還可以發技能 來了 這一次傷害一定是有了 五隻 五隻也直接炸到了3600萬 大修煙煙煙飛掉了 也就說明這一場 歐巴幾乎要贏了 鳳凰藍的復活還沒有使用 閃光閃掉了前面幾下 最後一下命中了 目前血條還夠 豪傑來了 豪傑中角6400萬 原子武士直接飛掉了 飛了之後還有 鳳凰藍 阿修羅的血條也直接硬生的倒地了 最後兩隻了 老爸的閃光還能撐嗎 阿修羅的反場已經是多餘了 閃光弗拉秀 一閃過去 阿修羅又倒了 閃光也倒了 最後一隻豪傑了 肉盾豪傑 受到了沉默 再怎麼能撐 恐怕也沒有辦法再打下去了 光是惡狼的摧殘 3300萬不去摧了 還有四次 豪傑在一個中角 在一個摧殘之間 倒下了 我們再來看一下歐巴 今天的精彩鏡頭 3600萬的大救援 第二發 卡曼先生 這一次被打了4680萬 還有鳳凰藍 當然還有今天的MVP 閃光弗拉秀 五千 五千七百三 六千 六千 一百 零 五萬 零五 OK 那麼今天的影片告一段落 我是狂人 我們明天再見了 大家拜拜